夫人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多有得罪 走 走吧 别理他 菲儿 我们回家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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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里边请 来 欢迎下次再来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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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儿啊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娘 好吗 嗯 乖啊 他真的是我爹吗 菲儿 我们走 你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可以告诉他们 你有爹了 你以后啊 再也不会受欺负了 来 想来就买相走抢走吗 要走可以 带着他给我滚回乔林去 你给我滚 你 你给我滚一边去 还不过来 给夫人请罪 我 你再不请罪 连你也滚住太医院 那就喝 got 你都没吃了 我嘴 你再忍忍 再过几天 就是最后那步棋了 姐姐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嗯 零儿自小就与爷爷生活在山中 除了爷爷之外 我便没有见过其他的男子 我与老快相识在仙卢 脾气投缘 所以自然便有好感 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我能感觉到到 你对他的情谊 姐姐你错了 一开始 我也以为 零儿对老快是男女之爱 可直到见到你和老快之间的感情 我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是可以跨越生死 相守相知的 这段日子 我寻天来 魅魅 让我牵肠挂肚的 这应该 就是你们所说的 爱吧 小姐 半仙和菲儿还没回来啊 娘 回来了 菲儿 娘 我回来了 你带着菲儿上哪儿去了 这么晚才回来 没去哪儿 我们就随便逛了逛 都别怕 都别怕啊 菲儿 别怕啊 菲儿 有我呢 妈咪 妈咪 背背骨 师弟啊 师弟啊 别怪我 我是来祭拜你的 毁动坏事啊 师弟 冷坏 我 华先生没死 你是 十二十鬼 亏你个头啊 我睡了多久啊 这 整整七天呢 你也可吓死我们了 七天 妈咪用性良好 只是计量过大 下次减半 下次减半 活 活的 活的 花叔 姐姐 七天滴水未尽的 快快快 快准备饭菜 快 快 走 一会儿喝点啊 零心 你 她 每次 姐姐 什么 华佗死而复生 据京城的耳目所说 华佗竟然自行 从棺木中走了出来 并且已经安好如初了 想不到 天下竟有如此的怪事 丞相之前 不是命属下去调查 华佗的死因吗 我发现华佗正在研制一种 使人昏睡 而不知疼痛的药 华佗正是因为 试药过量而假死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 可是丞相 这冲公子病重 须人医治 华佗在此关口离奇假死 这中间会不会太蹊跷了 这个不会的 华佗此人 我算是了解 你多虑了 华佗假死一事 你就不用再调查了 既然他醒了 速速请他前来 为冲儿复查 诺 慢着 华佗生性倔强 你陪本相 一同前去请他吧 嗯 不对不对不对 对 华佗啊 你这一假死啊 差点没把我给吓死 大胆 竟然要对呈献无礼 嘘 来 来来来 你踩到我这方了 对了 就应该改成这为药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什么时候来的不重要 华大沈医别丢药方才最重要 华佗啊 冲儿的病情又加重了 所以我思来想去啊 还是你去开方拿药 最为稳妥啊 有病是吧 那你不早说 我 走吧 走吧 对了 帮我把那个药箱拿着 去去去 把药箱拿着 好 走吧 去抓药吧 慢着 华佗 冲儿的病 还是你去为她抓药为好吧 不要再经旁人之手了 冲公子的病 我需要亲手配制一些药 配制的过程比较繁琐 需要帮手 你可以找你自己信任之人 我有什么信任之人 无非是从乔郡 敢来看我的几个好友 如此正好 来人 去把华佗铸的驿站包下来 派兵把守 除华佗和他的助手之外 任何人不得出入 诺 不好意思 您多多担待 多多担待啊 多多担待 多多担待 不好意思啊 多多担待 多多担待啊 看得懂吗你 喜蕾 你也过来坐 怎么了 华先生 是呀 因为你不懂药理 所以呢你的工作就是负责 照顾肺儿和鸣心 好吧 好 灵儿呢她嗅觉呢有天赋 就负责抓药 你呢就负责碾药 大师兄你好歹也是学过医的 对吧 什么好歹啊 我 我是师父的大徒弟 再说了 我在县衙还当过医官呢我 大你个头啊 大 行了 行了 这个曹操啊 这次让我替曹冲看病 绕过了他医院的人 我觉得这其中呢 危机四伏 稍有不慎就会惹火上身 大家小心一点 小心使得万年船 至死冲公子恐怕 怎么 不敢了 我看你胆子挺大的 连我的命令都敢推脱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公子之托 我成一刻不敢忘记 一直使用治镖之药 拖住公子的病 一刻不敢懈怠啊 往公子明察 你不必在我面前 卖拐邀功 此一时彼一时 冲地病毫 值日可待 你这几日便要寻机下手 至死操处 只是现在丞相 特命华佗当之 我无从下手啊 站住 我是太医院吴太医 华佗是我师弟 我听闻他在这里给冲公子治病 特来相助 拦着 我不是他师弟 他也不是我师兄 原话 原话 你大病出狱 应该将吸自己身体 你不把我当师兄 我不能不管你这个师弟 有什么要求跟我提出来 我一定会全力相助 您是太医院的太医 我只是一个小帮中 岂敢麻烦您呢 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丞相有令 谁也不许搅扰冲公子看病之事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要让丞相知道了 恐怕 我说 你们这是怎么开门的呀 像这种人 怎么能让他来这儿呢 以后连靠近就不要靠近 可是他说 他是华先生的师兄 是又怎么样 他是二师兄 我是大师兄 我俩谁厉害 我告诉你这里不欢迎他 赶紧给我轰走 轰走 走 走 你所说 华佗等人 被丞相派兵看守 不得而入 丕公子传话给你 你怎么做 他不管 你若做不到的话 提头来见 快 去 走 走 解释 是你 你过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我问你到底要干什么 带你家小姐离开京城 什么 民心小姐 要性命之忧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丕公子召见我 让华佗在冲公子的 药房里边下药 拖延出病症 华先生 怎么可能呢 他连曹操都不怕 难道他会怕曹丕 当然了 华佗是打死不从啊 所以丕公子 就想在华佗身边的 心爱之人身上下手 来威胁他 小姐 你是说 曹丕害我们家小姐 要与我们家小姐来 要挟华先生 小声点 武成 此事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说的可是真话 信不信有你 那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为什么 因为我跟民心小姐 有过那么一段过去 而且 她是我孩子的亲娘 就算我武成再混蛋 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 没了亲娘吧 什么你孩子的亲娘啊 武成我告诉你 你别想从我嘴里 套出一句话 喜怜 你现在是民心身边 最贴心的人 你说话她相信 赶快回去 劝劝你们家小姐 收拾东西 离开京城 越快越好 越早越好 我怕晚了 真的是来不及了 你以为你这样 我就会相信你了 我不相信 喜怜 反正P公子的计划 就是这样 我只是想提前告诉你们 要不然 我弄些治标难治本的药 你先给他下下去 让崇公子的病 拖延一些时日 我再想想 其他的办法吧 你们自己小心吧 我们都是替P公子办事的 这次的事情 不需要你们出手 只要你们在客栈门口转一转 反正卫兵也知道 你们是P公子身边的红人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吧 你们快看 那边有几个人 一举鬼鬼祟祟地跟着我 你们去问一下 不行的话就把他们抓起来 是那几个人吗 对对对 如果是他们 我们也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 他们是P公子的人 P公子 喜莲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 你所说的是真事 这里说话不方便 边走边说 只怕 只怕曹毕已经准备下手了 这么快 最近总是有人鬼鬼祟祟地跟着我 在客栈附近溜达 把门的门位 说是曹毕的人 曹毕的人 胡万仙 灵灵 你累了吧 我给你做了点八宝粥 你先去吃点 我来帮你碾药 灵灵 不是 你你你还是 是我认识的那个连练吗 不是 你你你 你是不是突然发现 我有很多优点呢 吃吃吃 你等会儿 你先去洗洗手去 对对对 我帮你碾药 对 对 我很快回来了 好 新晋太医的典礼 明天会在丞相府举行 丞相会亲自赐赏 我会趁这个机会 把你推荐给丞相 你要得到他的青睐 我告诉你啊 今后你在太医院的前途 可是飞黄腾达呀 学生 多谢师父 帝 娘 爷爷 明日我一定首刃草贼 为你们报仇 宣新静太医境见 参见丞相 免礼 谢丞相 太医院掌管医药 为宫廷服务 事关皇上及朝廷众臣的身体康健 乃国之命脉 因此本相 每一次都要亲自复合 而等 都是通过层层筛选的动量制裁 王到太医院后 能够精身养尽 以报圣恩 诺 各位新静太医境见 丞相大人 臣有一事想禀告丞相 说 这次在太医考察中 我发现一个医学奇才 奇才 这个人年纪轻轻 就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百部经书 他可以倒背如流 我们可以把他请进太医院 加以培养 必定造福人群哪 丞相 若真像你说得如此稚奇 叫他上来 本相要亲自考核 诺 拜见 丞相 免礼 谢丞相 我告诉你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要好好发挥呀 听见没有 您放心 这个机会 我一定不会放过 丞相大人 这位就是我刚才所推荐的 叫吕仇 吕仇 好奇怪的名字 刚才正如真大人所说 你有一个过目不忘之奇能 好 本相要亲自考核 这里有卷宗一本 你迅速阅读 然后即刻背给本相听 来 你很快 seg 让你 你 漱本 救 吴惴 甄大人 你窝藏朝廷罪犯 罪该万死 怎么 怎么 万万不可伤他性命 要活的 曹贼 你少在这里假仁假义 我今天来杀你 就没想过活着离开 来呀 来呀 哥 哥 这是我乔骏的老乡 他有一项特殊的技能 甄大人爱图吕仇 就是当年刺杀丞相的天来 明日 甄大人会带吕仇 参加新晋太医大典 到时候公子 可以将二人诛杀荡场 一来 保丞相安危之功 二来 可以在青春派大臣面前 杀其今后 是 父亲 天来补杀必是祸根的 你尽敢违抗负命 退后 刀给我退后 否则 我拿曹匹记刀 怎么 天来 放下手中兵器 我答应 绝不为难于你 撬谎 你当我是三岁孩童了 原来 我曹操今天在众人面前 答应你 绝不追究 曹贼 你出尔反尔 谁信你的鬼话 叫庭外的曹兵都散开 把路让开 否则 我必杀曹匹 我既答应于你 绝不会阻拦 我让你看看 我曹操是不是说话算话之人 诸位将士 放下手中兵器 后退十步 后退 天来 放下曹匹 你走吧 你放心 可惜我本无杀曹匹之意 但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除非我死了 否则 我会让你噩梦难免 你们都出去吧 你们都出去吧 诺 父亲 孩儿自小就常常看父亲 在这个门口发呆 这门里 究竟是什么呀 退下 诺 我还不快 恐怕尸 来 怎么玩 你不在啊 我怕要在你 脑子 也不在我 我们就帮你 我知道你的心思 日后 我定会保你做太医院医成一职 多谢公子成全 从即日起 你只需记着两件事 一 你是我的人 二 乖乖为我做事即可 公子 丞相有请 父亲 找我有事 果儿真是越来越神机妙算 欲先埋伏好了刀斧手 保全了为父一条性命 今日大殿乃是大事 孩儿自然多派些人手保护父亲 说得好 果儿忠心可驾 既然我儿如此忠心 为父有一事 你能否办到 父亲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孩儿一定尽力 带上来 屁公子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父亲 他们可是今日救你的功臣呢 功臣 我未受欲 竟然持刀扶我身侧 今日救我 明日 谁不会杀我 父亲 父亲 你的人 你来上 你来上 我 你来上 你来上 我的 这 这 这 都起来吧 诺 恭喜五太医荣升太医院一程 谢大人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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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五太医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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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 恭喜 哥哥 姑姑 不哭了 再哭也没用了 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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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天莱 天莱 你醒醒啊 你别动 凌儿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别动 你的伤需要静养 我刺杀曹操 如今是通缉之人 你跟我在一起 我会连累你 你还是走吧 我心甘情愿的 何来连累一说 你的腿伤得这么严重 不能动不能走的 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我这腿伤确实是个麻烦 好 你留下来照顾我也好 但是 你一旦被人盯上 一定要自保 还有 我的腿伤好了之后 你就立刻离开 你走 林儿 答应我 别动 你的伤需要静养 还疼吗 站住 也不看看我是谁 你们就拦 今天我是来认我儿子的 君爷 醒个方便吧 在这儿等着 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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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爹接你回家 儿子 飞儿 来 让你 无成 谁啊 是无成 把他带回来 乖儿子 无成 你休要来纠缠胡闹 谁说飞儿是你的孩子了 他 你 别信他 倒是这样的 我以为原话死了 你们俩俩需要人照顾 我逼不得已才告诉他的呀 我 我 明昕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就算我干了再多坏事 你也该原谅我了 何况 我现在是太医院医成 我可以给你们过很好的生活 从此以后 你们不用受半点委屈 不受委屈 你家地这人母老虎 不得把人家俩给吃了啊 无成 让开 无成 无成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哥刚刚去世 也不知少林就罢了 你还抱在这儿 欢天喜地来扔儿子 你他良心呢 他被够吃了吗 今天是我生官任子的好日子 岂容你撒破 我哥世故危害 你全人不顾 在外面敲落大谷 还把自己传成我哥的样子 无成 你可算是什么 你要坏了我的好事 我就让你好看 你让我好看 那不如 我先让你好看吧 都是你 你可可回家进去 无成 我哥在杠杠故事 你居然对不对我 我撒 飞儿是我的儿子 从今天起 谁也不能欺负 包括你 你 够了 你们的家事 回去闹嘴 我还没说够了呢 真一柳 你还想过你 真家大小姐的日子 要学会闭嘴 不该说的不要说 不该做的也不要做 别学你哥 你知道你哥是怎么死的吗 我害的 无成 无成 你怎么能这么狠毒 没有我哥的话 你才有今天 要不是你哥 你知道养人鼻息是什么滋味吗 你知道低声下气是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 我天天看着你这么个母老虎 我还要强颜欢笑 我是什么滋味吗 我告诉你 我受够了 我忍了这么长时间 等的 就是今天 我 我在你心里 就是如此不堪吗 不堪 不堪 我根本就没喜欢过你 谢谢